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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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要吃飯嗎 我已經如數三十幾 以前我們小時候傳統就是 那個農家子弟嘛 早上不是吃飯就是吃稀飯 那我想說重新找到那個古早魚的 重新再來推廣說 早餐吃粥 吃個地瓜粥也很清爽也很健康 那中午呢 中午就賣素便當 那不管你是吃素的也好 吃昏的也好 讓他也喜歡吃素 所以我就從社區裡面先去推廣 我為什麼要來推速 因為整個大環境的改變 現在空氣也污染了 食物也污染了 整個土地都污染了 那宋美一直在強調 環保能救地球 那吃素也能救地球 今天時間上OK的話 我們也三道菜 那因為煮素食也是我的專長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可以來推素食 建議更多人來爐素 所以我才開始說要去教學 我從推速到現在 其實真的制度丟人 原本想說給孩子們吃素很方便 但是無形當中 真的你可以跟很多眾生結好人 其實素食呢 它不困難 只要你懂得搭配 調料怎麼放一種 懂得去吃 其實跟分的沒有很大的差別 它也可以吃得很健康 只要客人給我鼓勵 給我讚美說 喔 你的菜好好吃喔 我就覺得 哇 好高興說 有人願意來吃我們煮素的 謝謝 謝謝